大家好,这里是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3年12月15日 周六凌晨,一甲新一轮率先展开一场较量 届时,祖云达斯将做客挑战热拿亚 热拿亚目前积分还不到足迹的一半 而且前者近期正遭遇连败打击 就算此一座拥主场优势,热拿亚也不宜高估 另外,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时隔一个赛季之后,热拿亚经济重回一甲 作为升班马的他们,在15轮过紧取得4胜3和8负的劣迹 离降班区并不远 最近四场各项赛事,热拿亚一胜难球 战绩只有一合三负 对手包括恩波里与费辛隆尼这样的实力平庸者 可见其状态有多差 过去八轮一甲,热拿亚每场最多只能攻入一球 球队攻击力明显不足 要知道,阵中只有8人在联赛,有过建功立业 除两名前锋爱拔谷蒙尘与马迪奥列敌谷 分别攻入5球与3球之外 其他球员均无法提供稳定活力 此外,在与阻迹的此前十次交锋中 热拿亚也是胜少负多 加上对手近况上加 热拿亚是以主场沦陷在所难免 阵容方面,中场奇云史杜特文因伤眷勤 阻迹上既因财务造假被扣分 而且还禁止参加欧战,球队经济便全身心征战联赛 他们目前以11胜三合一部的佳季稳居积分榜自席 紧落后领投杨国米二分 斑马军团极有希望实现反超 要知道,最近十轮一甲 阻击好取八胜二合的傲人战绩 当中多达七场未有失球 凌峰、AC米兰与拿玻璃等杰作都让人满意 首席射手杜新华和玉,金济一甲已收获五球 其搭档费特利高级艾莎也有四球入仗 中场艾迪恩拉比奥特还贡献两球与三次助攻 再加上最近二轮联赛 军委球队攻入制胜球的带刀侍卫费特利高加迪 老妇人在三条线上均有攻城拔债的力气 作为本轮率先出场的队伍之一 阻技若是在热纳亚身上全取三分 球队就将暂时登顶 这无疑会激励他们此行全力争胜 阵容方面 中场保罗普巴与前锋尼高路法基奥里停赛受罚 后卫马迪亚迪斯基利奥与前锋摩斯坚恩 殷商无法上阵 感谢您的收听 听传赛事 竟在M直播 字幕志愿者